我是杨志如 来自台湾新竹 新竹可能是一个 大家想到台湾 不会注意到的地方 现在是在复旦大学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就读研究生 是19年来到这边的 其实我自己发现在大陆这几年 很多年轻人都很热衷 去看博物馆 说明了博物的热潮 其实已经激起了 一些年轻人的一些意识 在我来到大陆之前 我就有看了 国家宝藏的这个节目 然后我就特别想要看 那个御从 透过这个节目 让我会想要去 打卡各个的馆 然后就看了各个文物 上海这个地方 上博一定肯定得常去的 然后它真是一个知识的宝库 今天去了 明天还能再去的那一种 我觉得它的青从气 是我真的自己特别喜欢的 上博有一个西尊 然后呢 其实在台北故宫 也是有一个西尊 然后今天看到 同样是西尊 然后呢 就觉得很有亲切感 到了上海之后 然后就觉得 天啊 这个城市怎么 眼前是一个很现代化 转身后是一个 就是一个西式文化的建筑 再转到西洋子 又变成育人的 中式文化的建筑 然后呢 就觉得天啊 这个城市的多样性 就是让我觉得 就是很憧憬 也就是很新奇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觉得上海 就是你怎么看都看不尽 然后还有很多 远远不绝的海派文化 最让我喜欢的一点 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有展览需求的人 然后像上海其实你随意走 你都可以看到一个画廊去看看 走走看看 就是上海对于文化输出跟攻击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城市 当时参加这个两岸文创设计比赛 获得的最佳作品 当时还挺意外的 作品灵感是来自于上海博物馆 是用巧克力模拟青铜器 铸造的工艺 我的观念是可以透过生活来理解过去 现在两岸文创的差异 确实就是之前有很多讨论 就是说台湾走得比较早 但是我觉得现在大陆这边发展 它其实发展特别快 因为现在政府就很大力的支持 所以它其实在发展上 是一个急速发展的一个阶段 在这个状况中 就是各个博物馆 还有一个文化产业 都在不断的定发自己的创意 我觉得其实来到复旦之后 让我更大的一个学习 是学校提供了各方向的学习机会 像语言啊天文 各类知识的都有一些讲座 在社团的学习上种类更多 然后可能在于学术 跟一些知识积累的探讨 大家都会有一个很鲜活 的一个思维 跟一个理解的一些逻辑 然后那时候我觉得在这边 学校提供了很坚长的 一个学习的环境 在台湾里常吃火锅嘛 以前我占沙茶匠 后来因为调研的关系 就是有机会去了一趟成都 然后后来我现在开始占优点 就是饮食文化就开始一个变 我原本是没有沙茶匠 我没办法吃火锅的 透过接触更多的人们 然后还要接触更多的 不同城市的文化 就饮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吃想喝辣这样子 然后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对于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 可能在毕业后的这近几年 希望是能够留在上海的 因为我觉得上海这边的 一个就业市场对于文化发展 还是博物馆学 存在一个非常多机会 也就是在这三年的过程中 很喜欢上海 觉得还看不够上海 对所以希望就是可以毕业后的 短期计划还是希望可以留在上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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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